好,我们看植物的开花 第一点 有些植物必须有适当的光照跟黑暗交替 才可以促进开花 植物对日夜长短所引起的开花反应 我们就把它叫做光周期 所以植物有分三种 长日照、短日照 还有所谓的中性植物 好,看第二点 像凤鲜花、菠菜、甜菜等等 在光照长、黑暗比较短的环境中 它才会开花 好,那短日照的话就反过来 它光照短、黑暗要比较长 像菊花、圣诞虹等等 还有种是中性植物 不管日夜长短怎样 它都会开花 好,这跟遗传有关 像番茄、南瓜、还有像豌豆等等 好,第五点 控制光照的时间 我们可以调整植物的开花 好,比如说看这里 左边这个 这是短日照的植物 现在这个是晚上 这边有写 这个是黑暗 就是晚上 好,这个是光线 所以你看 如果它这个有光线的时间比黑暗还要长 全部24小时 它不开花 好,如果是黑暗比光线的时间还要长的时候 好,它开花了 所以这个是短日照的植物 好,这很特别哦 这是高中的 如果你在黑暗的时候 虽然黑暗比较长 但是你在黑暗的时候给它一个光 给它光 时间非常短 一样时间非常短 但是它一样不开花 所以非常特别哦 所以这个黑暗对开花比较重要 好,右边的话是长日照 所以白天要比晚上还要长 好,没有错 这样开花 好,这黑暗比较长 它就不开花